最后一段呢 就是球直接上下来的时候怎么发展 对方在压迫我们 我们是321 球给到右后位的时候 我们要求了这个时候右后位拿球 7号要拉边对吗 5号的中路接 6号呢 相应的往前走一走 好 那么这个时候7号去拿球 球如果给上来了之后 怎么跑位 那么如果说7号这个时候能直接转过身来 对方没有逼抢 直接转过身来那感情好 然后就高速无脑往上套 快速往上套 那么7号能转过身来的时候 6号呢就赶紧跑到对方的 中位的身前 如果对方中位有想续防的意思 你就赶紧往身后插 逼着对方中位后退 因为在蓝线之前是没有约位的 对吧 好 给7号一个腾处 同时3号这个时候也要高速往上上 那么这时候7号能转过身来 那他可以往内切 内切了之后去寻找2号跑位的机会 6号在中路给7号可以做个墙 做个侧应 或者是3号这里的机会 转移转边的机会 就能转边 如果比如说3号这里是个大空位 能够转边 也就直接转边 也不要犹豫 好吧 那6号这里 如果说他这个地方能 要住位 拐球给6号 然后 你快速的靠近他 6号再回坐给你 打门 对不对 就是你转过身来 比如说这里有个2号在这里 有个边后卫在跟防你 你往这传呢 要勉强 不要勉强去传 就你第一时间感觉这个线路有点勉强 那就不要往这个方向传了 懂了吗 比如说第一时间看到3号这里最空 你就不要犹豫 直接给3号 我们快攻快攻 打的就是快 你某一个局部 你带的太多了 在中线附近带的太多了 对于我们的快攻没有好处 或者说你 闪出一个角度来 看到6号这里要到位置了 给6号 然后马上往6号身前去跑 你无球的时候 一个加速的 2号很有可能会被你甩出来 然后你6号拿到球也不要犹豫 再回坐给了 然后再自己再去跑位 那7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在正前方拿到球 那这里2号一个空间 6号的这里牵扯对方注意力 你可以打门 对不对 那如果3号这里套的好的话 3号这里有机会 那传给2号的话 那2号这里这个机会呢 可能是自己打门 也可能是6号包抄 也可能是3号在后点包抄 7号在倒三角包抄 掐两个人 把该户都护住 好了 这是一个大概的套路啊 就是7号如果在边路转 接了球 可以转身的情况下 要注意往哪看 要注意谁去接应你 如果转来身的情况下 转过来的时候 6号就高速的往对方 中位这里去压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转来身之后6号就往中位那里去压 让他们中位上不来 那么5号呢 在这里简单的侧应一下 好吧 也不是说完全就 就一点都不参与了 然后两个边后卫 快速的往边套 去牵扯他们的防守注意力 把这里空间拉出来 那么如果说对方都去一丁一 像这种途中这样 一丁一你7号这里 完全空了 那你当然可以自己带了 那你没有无所谓了 你带两步就可以打门了 对不对 那你就带两步打门呗 是吧 那6号和4号这里呢 或者是2号和对方的边后卫这里呢 也要找机会呢 去看能不能去牵 或者是那打门的时候 能不能抢个补射 之类的 好 这是转得过身来啊 那如果转不过身来呢 那对方贴得很紧 这球拿的时候 那有可能我们的传球 没有那么舒服 本来能转过身来 传球没传稳 结果呢 对方后背跟上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好 那谁去接他呢 首先5号的侧后方 要去接一下 2号呢 这个时候你看到6号 7号这里拿球 接球不是特别舒服 那你呢 这个冲 往前冲 就不要冲的太猛了 就不要无脑往前冲了 冲一 其实往前跑两步 然后在这个区域 看能不能接应一下 5号呢 在中路这里接应一下 6号呢 在侧面这里接应一下 好吧 这个时候3号 同样的四肌二动 先往这里跑跑 或者先往什么地方 跑一跑 这附近这个区域 跑一跑 好吧 先不要急着 直接冲上来 因为这个时候 他拿球不舒服 他拿球不舒服的时候呢 是有失误的概率的 明白吗 所以呢 先在这里保护一下 好 那么7号背身 不舒服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选择 那如果6号这里 摆脱的好 可以在这里 跟他打二过一 这里可以打二过一的 对吗 那如果2号这里 摆脱的好 同样可以打 二过一 回坐一下 赶紧往前跑 不要强行的 去做这个背转身 那如果5号这里 跟他快 给了5号之后 然后 看到5号这里 相对的 能够面向球门拿球的时候 2号快速往上套 好吧 这个时候6号呢 可以选择稍微回撤一点 去接应5号 或者说呢 在原地呢 稍微往回走一走 接应5号 然后7号给了5号之后 马上往前插 那么就再给到6号这里 那么6号跟7号在这里发生联系 那如果端中尉顶到6号这里来了 那7号就往前插 那这个地方 就很有可能有空间 那如果端中尉没往上顶 你7号也往前插 那6号呢 就转身的余地 这是边后卫 两个边后卫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时候 看到6号转身了 这个3号再往边上考 好吧 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发展的套路 7号转不了身的时候 怎么办 同样道理 我们再来看在另一侧 在左后位拿球的时候 怎么办 左后位拿球的时候 6号拉边去接 我们不需要7号 一直在到处 乱跑 对吧 7号到处跑 太累了 5号在中路接 一样的 那这时候7号呢 就相当于刚才的6号的作用 在中路去接 也可以去压中位 也可以 因为你位置稍微往前一点 你也可以去压中位 你球还并没有上来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球给了6号 6号能转身 那你7号呢 就继续压中位 同样道理 2号的跑法 就应该3号一样 先往中路跑 再这样 3号的跑法呢 就跟刚才2号一样 往下套 可以倒回去再看一下 5号还是一样的 给了6号之后 先往前看看 能不能侧应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就跟4号留在后面 好 那6号转不了身 同样道理 3号 往前走一半 看看对方 能不能给你一些空间 在这里接应他 然后6号 然后6号回坐了之后 赶紧往前跑 赶紧3号看能不能打2过1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7号还是在正前方 去接应这个3号的球 3号拿球之后 可以选择自己带一下 然后看7号这里有空间 还是6号这里有空间 还是中路侧应的 5号这里有空间 那这时候 2号应该差不多在这儿 先往中路跑嘛 就看到背身拿球 你先往中路跑 然后这个球 如果给到了5号 球活了 或者给到7号 很从容 这个时候 你再往前快速差 好吧 那么5号这个位置 你哪怕在中路拿到球 你也只是一个 转移球的作用 更多的是 拿球之前 先看看身后 有没有转移的机会 或者身前 有没有给球的机会 自己减少持球向前 5号这个位置 尽量减少持球向前 好吧 那如果6号这个球 我们再说回来 6号这个球 接到3号球 如果背身 3号前走 那么7号就是 稍往回撤一撤 去跟6号做可能的联系 6号这里可能给5 给7 跟7二过一 对不对 或者给5 5号去转移 给了5之后 给了5之后 到了这 就跟我们讲的 到了这就中锋 这个地方 7号就要往 对方中锋 这里去压迫 让B端后给回撤 好吧 那这时候6号 可以再去接应 把这个边路 再留给3号 等等 那就是我们的 后面的发展 我们首先打反击 打反击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尽快的 通过地面 高效的通过中场 然后呢 到了中场 过了中场之后呢 我们的进攻 可能是3打3 可能是4打4 甚至可能是多打少 我们获得了 这样局部的这种 少打少的机会 或者是多打少的机会 我们就要快速的 把这次进攻完成 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比赛的这个策略 也希望比赛中呢 大家能够贯彻 这个策略 不要到了球场上 啊 再去说什么 我们应该打传控 我们应该把球控下来 我们应该把节奏 稳一稳 啊 你要取决于对方的实力 对不对 那如果对方的实力 确实啊 大家试探几个回合之后 发现对方的实力 确实比较差 那我们也许可以这么打 就像我们在 汉诺威比赛时候 那么打的这种状态 是吗 但是呢 在我们并不清楚 对方的实力 啊 并没有对对方的球员呢 有过多的这个了解的情况下呢 我们开场至少是 开始呢 我们是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我们拖这么几次 这种拉扯 这种跑动呢 对方的水平呢 大概看出来 到球场上 思想一定要统一 既然是打反击 那就要裹造的去反击 我们要搞明白 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到了半场 到了对方半场 三打三 一定是比六打六 更容易进球的 对不对 但你打得快 当然了 打得快 肯定是比打得慢 更容易 更容易丢失球权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三打三的机会 一定是比六打六 机会要好 那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尽快的通过 中场破掉对方的 第一道防线 然后呢 能在对方的半场 创造这种三打三 或者是什么四打四 有的时候 或者是三打四 这种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果断的去攻 快速的去攻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对方 已经全线回防了 已经全线回防了 我们现在只有两三个人 比如三打六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很勉强 那我们也不要去勉强的攻 那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球倒回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可以倒回来 倒回来之后 对方在铺抢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球换上去 再把球想办法倒上去 上去的时候呢 再去寻找这种 多打少 少打少的机会 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我们周六那场比赛 为什么踢的不好 的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在于 我们的球上不去 球根本都没有办法通过地面 没有 很少有机会能通过地面 过自己的半场 你半场都过不了 你怎么去获得这种 三打三或者四打四的机会 你半场都过不了 大部分人 只能通过 我们大部分时间 只能通过开大脚球开过去 开过去 要么就直接出界了 要么呢 就是前面一个人 面对对方两三个后卫 那其他的后卫 根本就没有机会往上上 那么为什么上不去 那就关键在于 我们的跑动有问题 是不是 球给了这个边后卫之后 一定要有人 最基本的原则 就到了比赛中 你什么套路都打不出来了 但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 边后卫拿了球的时候 边后卫的正前方 一定要有人去接应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后腰的位置上 有一个人去接就行了 最基本的 哪怕这个后腰 你觉得他接球能力一般 哪怕你觉得他 抗压能力一般 那抗压能力一般 他站在这 他总是一个点 对方不防 那我们拿了球 总是可以转身 对不对 那么另一个人 也不要去跟后腰去抢了 有一个人去接 另一个人就相对往前一点 你往前走一走 你相对来讲 就会对对方的后方线 就会有一定的牵扯 和吸引的作用 好吗 你甚至可以再往前走一走 都不要紧 让对方的中位 不敢去往上顶 那也是有价值的 好 那么第二个原则 就是球在某一边 比较被动的时候 球在我们脚下 但是球权相对来讲 不是很稳 对方逼得很紧 然后呢 你观察到队友这拿球啊 就怎么着传球 接球 每一下都不如每一下 一下不如一下 一下比一下别扭 一下比一下勉强的时候 另一侧的边后位 要适当的回收到中路来 就不要拉得太扯 太边了 因为这个时候 比如二号拿球 他很费劲的 通过一堆操作 就护住 都要在逼着他 贴身了 都要贴身了 那么这时候三号 你再站在边路 没有任何意义 二号是绝对绝对 不可能把球传过来的 对吗 你的正确的做法 是往中路来了 你就要做好 球丢掉 对方打反击的 这种洗礼准备了 对吗 那如果二号在这里 很费劲的 在控球 那么我们其他拳 就要相对来讲 后撤一点 去接应他 靠近他一点 去接应他 这样即便球丢了 我们也能在就地 去防守 好吧 那如果二号拿球的时候 很从容 很舒服 边后被拿球的时候 相对比较从容和舒服的时候 其他人就不要离他太近 因为你离他太近 你就把防守端又带过去了 我们这些就被压扁了 本来好不容易获得一个空间 你就把空间给挤压了 但如果二号很从容 比如这样 球从三号到四号 对方防守都在这 比如三号拿球 六号拉边 七号靠中 对不对 然后呢 六号没有好机会 三号再回船 然后四号又回船给二号 好 二号是一个特别特别空的位置 没有人防他 因为我们这块在调度对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这个七号就不要往这跑了 五号也不要离二号太近了 对不对 二号是个空的 已经是个空间了 你五号往这一跑 就把防守端也带过来了 你就站在一个相对比较 在这个附近 找机会 能不能接球 那对方如果扑上去了 全速扑上去的话 你往后撤一撤 或者从这里扑上去了 你往这里走一走 就可以接球了 对不对 再远一点 让对方的球员跑到你身前去 这样呢 你就可以找到哪个方向可以接球 那同样二号这里拿到球之后 七号这里 也要往前跑 在中线 甚至稍微往前一点的地方去拿 那么二号这里拿到球之后 他甚至可以考虑自己拿球 稍微推近一点 稍微推近一点 然后再给你传球 另外呢 另外我们在自己的后场 传接球的时候 在传球的一瞬间 尽量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 或者在停球的一瞬间 尽量不要在自己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 就是停球或者传球之前 你要有一个相对的制动 不要在那种高速跑动中 还要去传那种高难度 或者就斜船啊 斜长船啊 或者是那种线路比较长的传球 要减少这种球 尤其是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踩一下球 或者用脚内侧 控一下球 把这个球和自己的身体啊 都停缓 都暂时的制动一下 然后再去连接下一个动作 在接球之前呢 也要适当的减一下速 把这个球停下来 除非这个球特别舒服 你连着接球带加速 特别舒服 特别顺 那是可以的 那么在我们传控的时候 在传导的时候 接球前尽量要减一下速 那么如果是你要准备 抢一个单刀的机会 那当然了 你不能减速 对不对 就你要跑一个单刀 那跑得往身后 那拿球第一下 那可能要 球一个快 但是在我们中后场这种 比如给五号 二号可以给五号 那五号你在接球之前 比如你有一个移动 比如说从这里跑过来 那有个移动 跑过来 你可能是相对比较高速的去跑 对不对 那么二号给你的时候 你拿到球的时候 你不要连着拿球带着加速 去连接自己下一个动作 这样就很容易失误 那么在二号球给你的时候呢 球在运行过程中 你就要适当的放慢一点 脚步 但是要稍微向着球去跑 减少这个接球时间 把他拿下来 另外一点呢 就中前场球员 在背身拿球的时候 尤其是背身拿球的时候 不要等 比如二号球传上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 七号呢 可以适当的回撤一点 迎着球去接球 而不要留在原地 去等着这个球去接球 因为对方的后卫 可能会在你等球接球的时候 从你身后冲上去 所以在背身拿球的时候 不要等球 或者是队友这个球 传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 比如说转移过来 比较缓慢的时候 不要等球 二号赶紧呢 迎着球去要球 因为本来呢 这个比如说空位 本来这个空位 四号把球给你 给二号 但这个球可能滚的比较慢 如果你二号等在原地去等球 那对方的防守呢 很有可能呢 就直接就跟过来了 但如果说 等你拿到球的时候 对方防守可能已经上来了 但如果说 你能迎着球去 多跑两步 迎着球去 拿这个球 你拿球了之后 对方的防守可能还没有过来 那你就会获得一个更大的处理球的空间 和更多的处理球的时间 那么五号和七号这个时候呢 就赶紧去跑位 去接应二号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三二一 如果要打三二一 我们在进攻端 在进攻端 如何去 这个处理球 如何去 至少把球先倒到 对方的半场 我们一定要 最起码有实力 有能力 通过地面传接 把球呢 推到对方的半场 那么到了对方半场 之后再怎么打 我虽然摆了很多套路 不一定 一定要打得出来 也不一定 非要按照那个套路打 到了对方的半场的千变万化的问题 但是在本方的半场 怎么去上球 这个是最基本的 空间 对方呢 如果把防线压了很往上 那么对方的身后 是有很大空间的 对吗 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六号 比如七号拉边 六号要往前跑 他们中位这里压 甚至往后跑一点 把他们的空间 再往后压缩一下 往后压缩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其后场倒角呢 是有很多空间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跑到 正确的位置上 让每个空间 都有人去接应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 有更多的机会 拿到球 而如果说 我们每个人都去扎堆 一个地方 比如说 都想去要这个二号的球 都跑到这来要 你想要 我也想要 他也想要 那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只要两个人 往这一站 两个人能防死四个 就跟我们抢圈一样 如果圈很小的话 那两个鬼 你四个人根本 溜不了两个人 那如果圈很大呢 四个人可以 溜兔两个人 对不对 那就不要把自己的圈 人为的啊 你自己非要搞这么小的圈 让对方 能溜得了对方吗 你溜不了 那你把圈拉大一点 你是不是就 对方的防守就 困难很多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好吧 那我们就把这些 该布置的都布置清楚 到了场上 大家把这些东西 适当的消化一下 有选择的消化一下 尤其是我讲的重点啊 就本方后场 怎么去跑位 谁拉边 谁压后卫 谁在中路接应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先搞清楚 就行 好吧 这样呢 就至少是拿到80分了 好吧 那如果到了前场 怎么去跑位 还能搞得很清楚的话 那满分的单最好了 好吧 那就 这个就是我们的 所有的关于进攻方面的 这个安排 就会有什么关于